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全球知名行车品牌兰博基尼的贵几乎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 国内最便宜的恐怕少了300万也是拿不下来 崭新的兰博基尼贵得有道理贵得浮重 那旧的兰博基尼也能这么拽吗 似乎折旧的兰博基尼车子价格也不会呆萌到哪里去 之前有一辆崭新的兰博基尼尔文德多 因为车货被兰腰结成两半 车主嫌维修太贵直接能买辆新车就直接出售了 于是这辆被折成两半的零部件加废铁 最后以75万元的价格被买走了 惊呆了小编 那如果是那种旧成一堆废铁的呢 比如下面图中的这辆 看这个样子 这辆车一定经历了财务车道的折磨蹂躏 才会变成现在这样面目全非 废铁一堆 但即使是废铁 也是一堆价格傲娇的废铁 因为有人花了一万块钱把它买走了 如果放到普通车子论金卖 也许几百块钱就打发了 但是这辆原本属于兰博基尼定制版的车 即使现在除了车标 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人看出是兰博基尼 依然能吸引人们心甘情愿的掏一万块收了它 这也不是毫无缘由的 因为超跑豪车类的车子 零整比是非常高的 举个例子 奔驰C级的零整比为1273% 也就是说把一辆奔驰C级 拆开卖零件 总价能够买12辆原车 兰博基尼就更不用说了 光是兰博基尼赫尔坎一颗全新的V10引擎的价格 是8万美元 即使是旧引擎 但也并不等于彻底废掉 折旧之后的价格还是相当惊悚的 一万元买废铁并不奇怪 只要这是兰博基尼牌的废铁 就真的值得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